欢迎大家收看晨光游戏花鸟风月游戏实况第五期 应该是这个吧 风茅大军被天杀大神所击溃 摩尊赤霄下令暂时撤军 而月华军为你挡下一剑 天绝剑威力惊人 仙君也难以复原 众仙家皆赴仙君府邸九华殿相助 而你守在一旁五位杂陈 老君的商药也只能勉强演出伤势 这魔剑力气太重 极难治愈 那可如何是好 众仙家思虑对策一轮纷纷 你坐在床边坐鞍唇状 哎什么叫做鞍唇状 这是悬泉状一团吗 心下也忧虑十分 若是因为救自己而留下重疾 自己非愧就死 月华君微渴一声 无瑕面容苍白如月光 无妨并不打紧 毛日星君文言微微皱眉 性知并没有伤重要害 若是再深一些 便真后果不堪设想 你心中暗暗一动 莫非吃消他 一开始便故意放水吗 怎可能 应该是自己想多了吧 太乙金星话音未落 就听得店外工人禀报 先帝先后到 不对啊 天上没有太监吧 先帝先后到 这是先后 这是先帝 仲仙家顿时周身一阵 一个威严沉温 身着烫金龙袍的英气男子 和一个雍容女子 在众人簇拥中进店 参见先帝先后 仲仙家行礼 原来这便是 传说中的先帝和先后 你坐在床边 还未反应过来 一旁的侍女 急忙拉了你一把 这位姑娘 你还不行礼 无妨 仲仙家不必多礼 正式来看看月华君 先帝态度平和 眉目间隐隐忧愁 多谢先帝牵挂 挂念 牵挂 月华金 月华起身坐起 三千 银白发丝 倾斜而下 你的伤害未好 不必多礼 吃下只颗金丹 便能止住伤口 先后面带疼惜 示意侍女取出一个药瓶 先后次要 想必非同反响 你心中顿时放心不少 先后暗暗看你一眼 美丽的美眼含笑 先帝与仲仙家商议拂袖道 想不到这一代的魔界之主 也如此狼子野心 天生魔体 果然力量惊人 不错 若非杀神及时出关 恐怕没人能治得住他 天界到时又是一场浩劫 先帝不若把战神夜宗召回 先帝隐隐皱眉 他已脱离仙籍 游历三界之外 此事为难 不必在意 众仙听令 天刚为父 杀神为正元帅 即刻调令天兵随时待命 天界之危 不容侵犯 众仙家皆俯首称是领导英明 先帝这领导 比起魔界那位倒是随和多了 不过看来 那位的确是天界 一位巨大的威胁 念及赤销 一便想到 那无情的死亡威胁 不由微微发抖 突然有人握住了你的手 皇儿 岳华君安抚了 安抚地握了握你的手 先帝闻言看向你 众仙家也 也把目光聚集到你身上 顿时你如坐针毡 内心莫名地忧虑 你是皇女 你怎会变成 先帝欲言又止 你顿脸上一红 变成一株狗尾巴花 咱也不想的呀 不过眼下 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来的吧 禀告先帝 我自从有意识起 就是一株花了 先帝沉眸看向你 似乎在你脸上 看出个洞来 皇儿转世成花精 有未尝不可能 如今终于重返天界 更是好事 想来 等你恢复真身 便也能想起往昔了 先后一双 柔 不灵不灵 缓缓握住你的手 穿越以来 极少有人如此对你 你内心不由地安稳许多 却止不住有些疑惑 难道我真的是天女思黄 但是我明明是一个 现代人穿越而来 难道是这具花精的灵魂 乃是思黄转世 可是现在 这具躯体力的是我呀 那自己到底是 也不是呢 你暗自觉得 内心受之有愧 确实好事 恭喜先帝先后 还有月华君 自思黄天女走后 月华君一直闭关不出 我等也记挂不已 重新加接触言鹤道 对你顿时态度 也恭敬了许多 之前有些试探的目光 也基本收回了 你扯着笑容打马虎 月华等你也有几百余年了 真是一对苦命鸳鸯 如今团聚 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日便叫先帝 给你们赐婚 赐婚 你顿时一个机灵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虽然我在说说 您的故事里 和 和他你弄我弄 不过严格来说 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呀 怎么 你觉得太慢了 那现在就 不是不是 我并非此意 皇儿 你不愿 月华君开眸看向你 眼神如常 你仍觉得有些罪恶感 急忙摇头解释 不是我不愿 但我记忆尚未恢复 对月华君尚且陌生 恐不宜 立即定下婚姻大事 总要先给个时间适应 月华君文言迟疑 见诞 神色如常地点了点头 先后拂袖微笑 看向你的目光 也柔和更多 你所言也是 是本宫思虑不周了 那你们就先熟悉熟悉 由何不周便来找本宫 总先按了下去 你放松一口气 这一切来得太快 不真实 恍如一场大梦晚 多谢先后娘娘 怎的还叫我先后 过去皇儿 可不是这般生分 你闻言一争 那该叫什么 叫娘 你愁愁片刻 却还是叫不出来 总觉得十分难出口 先后微微一笑 也不为难你 与先帝 同离开了九华殿 冲仙家也随之散了 是否开启上帝视角 开 对吧 开启 殿外角落 先帝反手向握 低头沉思道 先后方才 也看不出他真身嘛 的确很难辨认 他究竟是不是皇儿 还是魔戒派来的卧底 那么 不必打草惊蛇 眼下月华君 终于出关 乃是好事 更何况 我看那孩子 似乎倒没什么坏心思 嗯 那就依你所言 哦原来 原来你们两个 不相信我 原来你们对我的好 都是装的 可怕 我要提防你们 众人接离开了九华殿 指于你与月华君 四目相对 相顾无言 暖光荣荣 被那双琉璃剔透的 子眸注视着 你连手 都不知该怎么放 你 你的伤口还疼吗 已经不疼了 多谢皇儿 你谢我做什么 是我该谢谢你 救命之恩 我记下了 月华君 文言波澜不惊地 点了点头 你见状心头哭笑不得 这人怎么如此一板一眼 长得如此精致剔透 却像个木头般 我答应了皇儿 自当遵守诺言 诺言 这是第二次 听他提起了 你答应了我什么 月华君 某自突然扬起神采 我白月华 答应了皇儿 永生永世 保护皇儿身前 常伴皇儿左右 与皇儿长相厮守 若为此事 便让我灰飞烟灭 永世不入轮回 欢迎未落 你顿时心神一阵 紧忙捂住月华君的嘴 好毒的誓言 这真是我让他许下的吗 过去的我 原来是野蛮女友吗 你没 你没来 游得 心中 发痛 你没来游得 心中发痛 顿顿的 让人烦躁 约华君 微微疑惑地看着你 你感受到 掌心温热触感 顿时触电一般地 急速收回来 月华君顺势握住了你的手 一字一顿 皇儿 嫁我为妻 文言 你又止不住 心跳加快 动听的话 嘶嘶入耳 却令人感觉 如梦般虚幻不安 心中的烦躁 也更甚 我 让我想想 皇儿 什么时候想好 便告诉我 月华君握紧你的手 推开它 让它握着 我们怎么办 来 你们告诉我 是推开它 还是握着 打死它 没有这个选项 推开 你们都要推开它 你们不喜欢它 上去一个大嘴巴子 有人说 为什么感觉小葵 配月华君像个正太 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男的 对吧 我只能你这种声音 而且里面有这么多角色 我还要分别分裂 我是再稍微攻一点 然后又有点像那个魔君了 这个不是死傲娇 推开没用吧 这个不是死傲娇 我觉得 让它握着吧 让它握着吧 毕竟 咱们这样想 毕竟它是我的救命恩人 对吧 它是我的救命恩人 它伤还没有好 我这样推开它 再把它这个伤口裂开 什么的 对吧 对吧 为它着想着想 毕竟是救命恩人 握着吧 你神情微微黯然 月华君微微疑惑地看向你 皇儿 不悦 我根本想不进来 你答应过我什么 我也记不得 自己是不是什么天女 我现在 只是一个凡尘的小花精 风铃 你像一束圣光一样 照耀我 拯救我 我却只是一个 寻常的小花精而已 即便你说我是天女转世 我却始终如履薄冰 心中不安 我何德何能 值得你如此对待 那便叫你 领儿 啥 你俩真要演仙剑奇侠传吗 那我便叫你 逍遥哥哥 领儿若是不信我 我就一直陪着你 直到你想起来为止 你文言心中一动 顷刻间 似乎有什么破土而出 甜蜜而温暖的滋味 几乎将你 溺毙 只希望 我真的是你等的那个人 月华君 黄黄拦住你的肩 一世柔情 时光似乎在此刻 变得 无限漫长而缠绵 你怀里突然 有东西动了动 柳儿从你怀里 飞了出来 似乎在埋怨你 忽视他了 你玩耳一笑 向他招招手 差点忘了你 还要谢谢你保护我 不过下次 可不要那么盲撞了 我爱你 柳儿又不厌其烦了 说起了那句口头禅 在你肩头一抱一跳 这只鹦鹉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般 文言你微微一睁 你认不出他吗 新闻里不是说 这蓝鱼鸟 那是月华君 送给四皇天女的 定情信物吗 月华君微微摇头 神情不变 只是有些眼熟 莫名地亲近 你心中疑惑 突然想起 赤霄在这前说的话 抬头问道 博尊赤霄 为何那般恨你 还说你 骗了他的未婚妻 万妖女王 还害死了他 我从来不认识 什么万妖女王 月华君的话 赤霄所言 如此矛盾 你该相信谁 月华君确实有点奇怪 大家都说 这个鸟是他养的 他却不认得 然后 万妖女王的事情 肯定也是有这回事的 他却也不知道 然后呢 他却认得我 他认得我不认识鸟 怪怪的 我该相信谁 你们说我相信谁 相信月华 还是相信赤霄 但是相信赤霄的话 赤霄是打算要杀我的 赤霄是打算要杀我的 还记得之前吗 他真的拿剑要捅我 如果不是月华 月华来挡住那一剑的话 那剑真的会刺我们 但是咱们是被月华救了 月华为了救咱们 还中了一剑 都不相信 可是没有都不相信的选项 相对来说月华和赤霄 你们更相信谁 他都要杀你了 还有什么好骗你 那倒是 可是可是他是要杀我的人呀 我相信一个杀我的人 不相信一个救我的人吗 相信坏人 信赤霄 但是月华现在 感觉他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然后但是赤霄说的 肯定也是真的 因为他说的跟那些 就是众仙家说的 也都是一样的 你们被坏人卖了 还帮坏人数钱 这样吧 我们还是 总归我们是被月华救了 还是有一点那个 对救命恩人对吧 我们还是暂时不要怀疑 我们的救命恩人了 总觉得被人救了 拿人家的手短 就不好 就不好不相信人家 我们相信月华吧 月华君定然不会骗我 若他真想隐瞒 想必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吧 月华君 见你低头沉吟 轻轻地付住你的手 食指相握 灵儿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你心跳顿时漏了一拍 取是小路给撞的 心头还未有结论 身体已经下意识地点头 果然红颜祸水啊 红颜祸水 月华君歇下之后 你缓缓合上房门 出来 哎 这期已经二十分钟了吧 咱们从房门里出来的故事 就下期再见吧 好吧 来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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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